昨天凌晨两点多的高雄市有一辆汽车突然失控了 撞进了路旁的海产店 当场撞飞了一个客人 包括了铁门桌椅摩托车都被撞烂 连红砖墙壁也被撞破一个大洞 驾驶说是因为要闪车造势的 不过海产店的铁门现在被撞坏了关不起来 所以呢就派了好几个店员坐在门口 以免遭小偷 照片中海产店门口一团乱 一辆轿车加速冲进店里 冰箱破了摩托车撞飞 红砖墙被撞出一个大洞 桌椅也烂了 来不及跑的客人也被波及 客人多吗 没有不多 你第一把航机啊 他都没有刹车吗 你还真的刹车机啊 车速过快吧 北向南这样开啊 然后开的话到那路口闪车 21号凌晨两点多 海产店还没打烊 这辆黑色轿车却加速冲撞 驾驶受伤四五个客人也被波及 海产店不能营业 铁门撞坏了 一群服务生坐在门口看守 一面遭小偷 这屁门买不下来 要够了 这屁门的营业 撞到头有运营业 一向过去看一分钟 根据警方调查 驾驶并没有酒精反应 由于海产店坐落在交叉路口 研判驾驶闪车失控 才撞进海产店 意外从天而降 有个无辜 绝对新闻的一群钢梦 有个小报道 词词 给亚南 词